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比如说在我右手边啊 那是一个旅游用品店啊 手工艺手工艺用品店 在那边集合了这个 所有的你能看到的在他那全都有 这是我在环江之旅第一季的时候 我到这边来我去了他的店里边啊 去看了一下感觉很不错啊 然后呢 我们呢在往下面走下面呢就是卖帽子的啊 有各个民族的帽子有这个维吾尔族的 塔吉克族的蒙古族的帽子 有人很肯定纳闷 为什么会有蒙古族帽子 哎 这就原因来了 走吧 陪我们一起看看去 这边啊都是些乐器啊 玉石啊 骨儿啊 然后 家里边的一些摆教啊 或者生活用具啊 比如说这些啊 就生活用具 然后呢 再从这边开始一直往下 那就是卖帽子啊 这边是卖帽子的 你好老板 你好 你好 这两个店都是你的吗 我的 两个店多个平方 十平方 十平方 嗯 嗯 为啥这边要卖蒙古族帽子 咱们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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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多呢 全部人躲疼 你的意思是蒙古主员过来旅游的是吧 可能是有些旅游喜欢那边 旅游的人喜欢 旅游客喜欢的那边 老板你好 我们了解一下这边的摇床 里面摇摇摇摇摇摇 我们先看看里面吧 你这里边的垫子摇摇摇太多了 我等一下他开灯啊 这小丫头玩的 小丫头玩的是吧 哦 这是个玩具啊 家里也放下眼嘛好看的 哦 那像这样的一个得卖多少钱这个 今晚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嗯 那像咱们这个小孩 躺着就这种床 嗯 它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嗯不一样 都不一样的 嗯 我感觉这个挺好的 这个它是一个固定上 然后这样晃的啊 嗯 像这种好的得多少钱这个一个 这个吗 五百三十 五百三 嗯 这个是干啥用的 这个洞洞 这个小孩 要垃圾的地方也这个 哦 这个要垃圾的地方 哦下面东西还有一个东西接的吧 嗯 男孩子用这个 嗯 嗯 男孩子把这个搞一下 然后拉丝 哦 拉丝掉了 就全都放放这个底下是吧 嗯 嗯 好 绑一下睡觉的时候那个 可以上一套 就是一套 嗯 这样子 睡觉绑一下呢 嗯 嗯 小孩在这 比如说这个小孩就把它放进来 这样就这样 绑上是吧 腿两个腿 嗯 两个手绑一下 嗯 在这用了你看女娃娃的 哦 妈的钢子 哦 这是个小小女孩的 嗯 雅图的 嗯 嗯 嗯 那个是男孩子的 这个男孩子的 哦 哦 设置还不一样啊 嗯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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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咱们切切古街的逛不差不多了 而且呢 全是手工艺品 我们也大概的粗略的看了看 也跟商户了解了一下 有些东西啊 我相信你们这会应该非常清楚了 对吧 这条街呢 不长 但是 名分很淳朴 而且建筑这一块呢 都跟这个古城的建筑 没啥区别 都是一个样 这边最好的呢 就是在我镇对庙的这个 百年茶馆啊 然后他茶馆对面 还有家烤猫子店不错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 遇见新疆的 也继续支持新疆猫子哥 带你了解最真实新疆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新疆猫子哥 大家好 我是宋明 明镇